滚滚长江 东是水 浪花淘尽 英雄 大家好 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 那么今天的话也是给大家多加一期视频 那么也是我们本次活动场 也就是在这个龙舟 龙舟会战里面的一个 几把录像也是 一位热心的观众吧 给彩虹投的稿 因为像我很少说这种活动场录像 因为像这种录像其实怎么说不怎么好解说 因为毕竟不是正规的一些 这个无论是比赛的还是路人局的 那么也是给大家娱乐一下 因为毕竟活动场嘛 是不是 什么事情都能发生 好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 那么说一下 这个我们龙舟会战 也是就是未属无群嘛 我们是有四个势力 然后目前 反正就是开始的时候 你肯定是要先选一个 选一个势力 然后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玩家应该是都会去选属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 一般情况下都是属的 包括常问我自己 我选择的也是属势力的 因为毕竟属势力的还是比较好打的 其他的话 其他的话 我不知道 其他反正我不知道 反正选属势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好打一点 那么我们看一下刚刚这把录像 那么我们总共是要经过三轮 其实也不用多说 因为毕竟龙舟会战也是以前那种模式下 大家反正都经历过是不是 好的 那么我们反正是有这个 这个应该算是势力的一个技能吧 属势力的话就是有个属意 属意就是我们出牌阶段可以多出一次杀 就是出杀的上限加一 然后出牌阶段结束之后 呃 与主阶段内使用的杀 不少于二 也就是大于二 大于等于二 可以多摸一张牌啊 那么像 魏国这边的话 其实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 魏国的有许昌这个标记 然后 吴国的有那个什么什么的 然后 然后他们这边也是有这个 相对应的这个 卫势力的一个 那个杀 是不是 是吧 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队友选择的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五阶的无限 然后队友的话 啊 主事讲玩家啊 选择的是一个借张飞啊 我不 反对 在这个模式下 选择借 借张飞 呃 就是 魏妍之类的啊 但是好歹啊 也是要把阶去生一下 因为毕竟 你三阶和四阶啊 还是 差的蛮多的 因为你毕竟作为一个三阶的话啊 你还是 能够多长一点体力上限的啊 那么在一般情况下 像我们在原来的这个 呃 神武啊 啊 还是在这个 四阶炎罗的情况下 你三阶武将你 除了能 多长一点体力上限以外 还能够多出去去杀啊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还是去把所有的武将去升一下三阶啊 不要求多五阶啊 至少要保持在三阶啊 啊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一个借刀杀人 把自己的本命武器 炸 炸麻蛇帽拿过来了啊 那么这边的话 呃 朱格连弩啊 就是连弩也是改了一下啊 没有 我们就是 呃 嗯 这个无限出杀的能力来 也就是说 最多你装了连弩只能出三次杀 那么如果是鼠势力的话 那就是五张杀啊 因为鼠势力本身是能出两张杀 再加上朱格连弩的三 就是说鼠卧啊 那么我们大张飞就不一样了啊 因为我们张飞本身就是一个朱格连弩的效果啊 所以说张飞和小小关章啊 关心张包就不存在这个三次上限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说像 确实啊像张飞啊啊小关章啊 当然小关章你要有队友的一定的配合啊 嗯相对而就可以一波推啊 嗯 那么这个我也是说了啊 不反对选这个借张飞啊 呃未言之类的 但是好歹要把这个阶数要升上 好然后这边的话不限也是 这个去打这个董卓啊 气负负这个董卓有肉灵啊 那当然剩下的话 其实这两个啊 对于我们大飞哥来说都不好打啊 一个是僵尸啊 一个是肉盾啊 那么相当说就慢慢打吧 是不是先从董卓开始打 因为相当说 董卓对无限的这个伤害是 啊也不算是伤害吧 有一定的克制性 我毕竟是肉灵这个效果啊 毕竟董卓啊 一来他血后 二来的话还是有一个九池的啊 相当说触发九杀的几率 是要比一般的武将要高一点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先打董卓吧 是不是 然后我们也是先杀两刀啊 也不要这么着急啊 因为毕竟连弩在这啊 我们也是需要一些这个续命的牌的啊 所以说也不要那么着急啊 一刀一刀砍 董卓总归会被我们砍死的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这个一个火鼠瓶伤害啊 好在我们这边是有狮子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要把替身贡献在这边了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去决斗去砸周泰吧 不然应该选择 既然选择要去打董卓的话 你就去老老实实去打董卓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该闪还是出闪啊 因为毕竟这个替身尽量还是要交在最后一轮上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无限也是一血还一血 一牙还一牙 一个九杀啊 突破肉林 把赌卓干掉了啊 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周泰是真不好打啊 因为这个周泰啊 因为电脑人的周泰说说话啊 是比较难打的啊 因为这个他不像我们人工操作的周泰啊 这个你弄的不好啊 因为我以前前几天啊 就是第一轮遇到周泰啊 你知道我这个周泰打了他多少个步驱啊 打了将近十一个步驱才把他打死啊 所以说第一轮呢 这个就被周这个周泰会磨了很长时间啊 所以说这个周泰真的啊 可能会拖一点节奏啊 那相当于说打肯定是比较好打 但是真的会拖节奏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二步驱了啊 然后有个酒啊 那一口酒喝下去 或者一口酒救了他 那他的步驱就不一样了 现在是二九K啊 好那么该打还是要打啊 我们这张视频箱的话 该算还是去顺他 因为毕竟你在这种情况下去顺他 他还是会 AI的话相对说还是会比较蠢啊 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下去顺他 如果去拆他啊 他肯定会发动不驱啊 那么他发动不驱的这种情况下啊 你顺他一张牌啊 他看上去是摸了两张牌 但是啊他还扣了一滴血啊 就是说这张视频箱 该算还是可以去顺一下他啊 那当然主持人玩家这边把这张顺手器上留着啊 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可能也是想留在下一轮去顺一下敌方的手牌啊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刚刚说了 因为你刚刚既然不用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再用了 与其因为你刚刚没用的话 你既然选择留着 那就继续留着啊 那可能是手里是全是杀啊 也不想浪费一张杀啊 当然 这个可能是这样子想啊 那么该杀还是要去杀他啊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我们吃一个小粽子啊 说一下啊 这边的这个粽子 其实就是桃的效果 当然这个粽子的效果 要比桃稍微好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粽子是直接可以喂给队友吃的啊 当然也可以给自己吃啊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 无限这边囤了一张力针上游啊 力针上游的话也不多说了吧 因为这个出来这么多啊 应该大家都知道啊 包括逆水 逆水行舟啊 包括这个同桌共济啊 那么这里说一下 这个模式下是没有A啊 也就是说没有万念起发 难啊 没有难和万啊 也没有乐不私属啊 所以说有些武将 怕乐不私属的啊 应该还是比较开心的啊 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属实力的玩家啊 应该算是比较开心 不怕这个乐不私属的啊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杀还是比较多 再加上有张巴蛇帽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啊 我们的杀也比较多啊 相当说废牌也比较多 也就是说像这个什么决斗啊 什么冠石斧啊 这些其实相当说 我们都可以当做这个张巴蛇帽 去可以把它拍出去啊 包括这些粽子啊 因为粽子已经是 大家都已经满血了啊 两个人我们队友都满血了 所以说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该这个杖巴两头 把联营啊 就可以那个攒下军威啊 好 那么这边这段话啊 呃 通过我们主树脚玩家和无限 我们两年动啊 把这个麻烦最大的许优啊 收掉了 马超也收掉了 陆帅也收掉了 那剩下这三个的话 相当说就比较好打了 因为毕竟已经是翻不了天的这种啊 可能这个 呃 邓爱和夏欧敦啊 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么既然 呃 如果要去选择打孙坚的话 那就火力一定要集中啊 绝对不能分散 因为到我们第三轮 也就是说到最后一轮的话 大家的血量都是增加的啊 看一下孙坚就是无血啊 包括邓爱和夏欧敦都是无血啊 那这边的话也是啊 许昌受到伤害后可以摸一张牌啊 那么这边的话他们还是有个卫业 我不知道啊 有时候啊 有前几天啊 确实是有这个呃 卫业啊 啊这个啊这个许昌啊 这个武昌这个标志啊 那么当然这个呃 群熊的话是一个首页啊 就是说使用一张啊牌 就可以摸一张牌啊 就是说这个还是比较恶心的啊 特别是炎亮文丑啊 一把牌如果他发动了双熊的话啊 配合双熊在他的这个 势力的这个标志啊 真的是比较难用的啊 好这边的话无血也是强制给我们 代言掉了一滴血 那么他既然选择代言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是要在这轮 要把自己的替身啊 给交出来啊那这边的话 呃 竹雪雨扇拿了过来啊 邓爱是通经经过无限啊 的测试啊 邓爱手里是没有闪了啊 比如说这把这个竹雪雨扇 我们拿了过来啊 也是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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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是这个直接是三死邓爱的啊 那相对来说邓爱死了之后的话 这个我们就比较好打一点了 因为毕竟剩下的话 像夏侯敦和孙坚啊 那孙坚我们只要不要去动他啊 那么我们竟然 选择去动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 卫国啊 夏侯敦的话呢 就尽量去打他啊 那么这边的话也是没有多打 没有多的杀的了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啊 也是先困一波 因为剩下两个也是闹不了天的这种啊 那么其实这边的话啊 这个 这个排队里面是没有红桃了啊 我们冲起白队了啊 冲起白队了啊 冲起白队了啊 好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通过 最有无限的藤甲啊 打了一波九火山啊 那么这边的话 孙坚的话 哎 帐八什么又回到我们手里了啊 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好打了啊 这个无限啊 如果能够给我们什么补点牌之类的也是不错的 当然 有帐八的话 你马车里面塞什么我们都喜欢 你知道 好 然后看一下些火攻看一下身间的牌啊 他有张配合机 其实这边的话 我是感觉 可以先揍一波了 那当然啊 这个主角玩家和无限打算应该是要再等一轮啊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可以揍了啊 绝对是可以揍了 嗯 他选择把陶琴都吃 给无限喂了啊 那么也是一刀刀的 其实可以选择砍一刀 砍了一刀 其实可以砍第二刀 因为毕竟他在这种情况下摸一丢二 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啊 都不用太 怕啊 真的是不用太怕啊 好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推了啊 绝对是可以推了 记住啊 杖八蛇毛我们是可以把木马里面的牌也可以 当杖八蛇毛拍出去的啊 包括是一张手牌一张木马里的牌都可以啊 都可以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顺利拿下这一把啊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第二把啊 这个是一个第二把 好的这边的话啊 这个 我的队友选择的是法阵 而且是个没有生活阶的啊 肯定是一个一阶或者是二阶的法阵啊 那这边的话 由于我们其实两个人啊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的选将 大家都是看得到的啊 所以说啊 这个情况下他肯定是不能选法阵的 因为毕竟我们这边是有是有一个马良的啊 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主持者玩家或者说 肯定会是选择这个马良的 虽然马良会被削啊 但是在这种模式下或者说 马良就算我们马良现在是被削了啊 但是他在身份局还是在活动场啊 他的发挥或者说他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队友的选将肯定会比较有一点问题的啊 他那边有赵云有黄忠啊 相对来说他看到我们有这个马良的这种情况下 他就不应该选法阵的啊 所以说我们和法阵其实是没有任何配合性的啊 就是说他就算给我们发动炫火 拿了两张牌赞恩怨给我们补一张牌啊 那这些牌我们都是要弃掉的啊 所以说啊我们马良和法阵是完全没有配合性 相对来说相对于就是配了一个刘备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啊 这个法阵的这个作用肯定要比刘备要低啊 肯定是要低 然后我们主角玩家说这个法阵是三阶的啊 不是三阶的 法阵如果是三阶的话那他就是四血啊 三阶五将都是加一点血上线的 所以说这个法阵应该是一个没有升过阶的 要不就是个二阶的啊 反正就是一阶二阶的五将 反正肯定不会是三阶的啊 然后这边的话 借刀杀人的话 其实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这边我们要不要去黑法阵这个借刀 因为毕竟鲁素这个情况下肯定是要杀的 而且虽然你的手牌比较多啊 能多出一张杀去压制鲁素 那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好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我们也是尽量去给法阵去补点牌啊 所以说 不要去黑马良啊 马良确实是被削了啊 也不要去怀念老马良了啊 你再怎么怀念 你也是 他也是回不来了啊 所以说啊 这个 马良确实是被削了 因为这个被削了 但是我们还是能给牌的啊 法阵他凭什么他还能多三张牌 那就是因为我们给的啊 就是因为给我们给的啊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装装备的话也可以去应援一次啊 那这边的话啊 就是我们给法阵一张牌啊 我们不去应援给法阵 那法阵凭什么会平白无辜会多一张牌啊 所以说这个 无论是在身份局 还是在我们的活动场啊 马良他出现啊 你如果说在身份局啊 你可以不选他 但是在活动场啊 你该选 其实还是可以选的 毕竟说了啊 马良他的作用 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啊 交给我就可以了 因为你在选择使用基本牌的时候啊 我发动议员 法阵也有很大的几率 会获得桃子九之类的啊 所以说啊 不要看不起马良了啊 因为有些人 有些玩家应该是把这个马良给关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关啊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没有关任何武将的啊 然后这边的话 由于有好招的这个存在啊 所以说法阵也是没有去 呃这个恩怨他 但是这边的话 但是这边的话 其实啊 好招的话 其实不一定要这么着急去打他 因为毕竟你如果不去动好招的话 比如说好招如果能够保持在满血线的话 他对于你的手牌克制并不是特别大啊 他的作用可能也就是要给他的这个 为国势力补补牌之类的啊 那么既然要去选择动好招的话 那你一定要去打死他 不然的话那就不好打了啊 好的 那么现在这的话 这个我们通过诸葛联弩一波啊 不是诸葛联弩 联弩啊 联弩只能出三张啥啊 呃一波联弩把好招揍成了一滴血 那么他如果血线没有回上来了 可能法阵的九张牌可能就要变成穷光弹了啊 瞬间要去要去七张牌啊 所以说啊 你别看啊 我们的马良这个没有以前应援给的那么强啊 但是呃法阵那些牌啊 他就是我们应援给的啊 他凭什么现在要多这个多拿一张牌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也没有必要去黑马良啊 好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呃杀一下杀两下啊 陆基在这边的话也是顺利这个推掉了啊 好 然后这边的话木马一旦来的话那就比较好打一点了啊 所以说这个有马良的这种存在啊 呃你的队友啊 无论是这个法阵或是还是其他的一些那个啊 木马一旦来了啊 你有这个递阵上游啊 有同楼中攻击啊 尽量去塞马车里面 让马良来用啊 刚说完啊 刚说完啊 刚说完这个把这个 就把这个 呃 同楼中攻击给用了 这个 不仅仅是因为说这个 马良他开同楼中攻击能多摸一张牌啊 你是因为你 你开同楼中攻击 我摸的牌是要被自出气掉的啊 不仅仅说啊 这个我开同楼中攻击啊 我马良开同楼中攻击能多摸一张牌啊 因为你要 要存得住牌啊 不是说我马良开同楼中攻击和开力争上要能多摸一张牌的原因啊 好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夏侯渊是翻面杀了啊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夏侯渊干掉的话呢 那接下来就是进入到第三轮了啊 那么第三轮的话我们这个连弩还在啊 手里又有顺有青阳啊 又有红杀啊 还是有杀的啊 还是有杀的 然后 反正这边的话这个 那样 张 杀杀下去杀在庞德身上 庞德这边的话也是没有 杀啊 目前啊 目测手里应该是没有杀的 然后就把我摘角 这个片一下无限可击 哎呦 这个小样啊 这个 哎呀还是 这个有透视眼的啊 他是有透视眼的啊 他知道我们手里有顺有青阳啊 所以说 他不过拆条他不下 他就等着这样顺有青阳啊 啊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 你有透视眼没关系啊 我们主要有足够多的杀啊 想要对付你他就是一名班长啊 然后这边的话 主持人玩家也是没有 摊这个边上有个画熊啊 因为我们手里是有红杀的 如果红杀去杀画熊 如果造成伤害的话 如果我们摸牌就能触发自主啊 主持人玩家也是没有去探啊 而这边的话是一个夜城的标记啊 使用锦囊牌 指定唯一的目标后可以摸一张牌 比如说 这个夜城如果给阎亮文丑啊 阎亮文丑的这个双雄爆发给力点的话啊 那真的很强啊 那就是双雄的时候啊 双雄决斗的时候就可以摸一张啊 就相对来说就给阎亮文丑一个强化型的一个 这个填锋啊 就有一个强化型填锋的这个效果啊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 我们的队友法真是选择要去动画熊了啊 那既然你选择动的话 那我也肯定要动了这两张红杀啊 三张红杀啊 三张红杀我们肯定是不能浪费的啊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画熊已经散掉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 呃 这个也是要主角玩家这边是去动了熊玉了啊 因为这边的话啊 由于这个 冰死啊 就是同事力冰死 只有同事力才能吃粽子 不如出淘旧啊 没有淘啊 只有同事力才能出这个粽子旧啊 所以说我们不用担心周泰啊 因为周泰他的队友周瑜啊 两个姓周的啊 周一死了 所以说周泰这边的话啊 只要先把他进入到不屈的状态 或者说把他的血线压下去啊 我们是不用担心的啊 那么这边的话 其实可以选择先打下猴敦 但是下猴敦这个情况下 来了个加一马 我们不一定能打得到他啊 所以说 哎这一轮我们的这个法阵就学坏了啊 这个同舟攻击C木马里面啊 让我们主角玩家开了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开了同舟攻击摸了一张红杀 一张一张一张上游 哎这个就非常好啊 这个是真的非常好啊 好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由于撤不到下欧敦啊 那么只能 其实的话啊 这个周泰 也不一定这么着急去打 一张杀 把周泰压住 打死到不屈的状态啊 因为你现在压了四个创啊 他是能存四张牌的啊 所以说这个其实就不是很好 要不就把他打残 要不就把他打到一创 或者说两创啊 那既然已经进入到五创的话 那就打呗是不是 那就把夏欧敦先搁在一边了啊 那只能就先打周泰了啊 我们主角玩家不去打 夏欧敦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打不到他啊 这边有加一码啊 我们只能去选择打周泰啊 那当然 这个 打就打了吧 好那我们这个六不去啊 六不去的话 周泰阵争亡了啊 那平常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打得到夏欧敦了啊 好的 一笔之道的话 你就一笔之道啊 反正我们有九杀啊 一口九杀带走你 我们手里还有三个粽子啊 木马里面还有一个啊 也是 这个 怎么说啊 确实是马良带条狗银啊 所以说 这个模式下啊 大家 不是说你要你喜欢选哪个啊 因为 这个 尽量还是要有一定的配合性的啊 因为毕竟的话 你要看一下啊 你第一轮是二打二啊 因为二打二的话相对说 还会比较简单 那 第二轮的话是一个二打几啊 二打四啊 那这样就是二打六啊 所以说 第二轮相对说啊 你如果武将 选的不是特别有配合啊 或者说 你们两个就算武将不配合 但是你们在一定的默契上 还是要配合的啊 就 如果你的武将 或者说你们两个人的默契不配合的话 说实话 打到第二轮应该就会比较累了啊 更不要说第三轮了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的话啊 插入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也是说一下啊 这个以后尽量活动场的录像就不要给彩虹发了啊 这个 这个龙舟的话应该是最后一期啊 这个 跟大家说一下吧 是不是啊 好的 那么我们清神不改 玉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